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传统习俗是赢造神的日子 造神俗称造君 造王爷 他是民间信仰最普遍的神 古代上至皇帝 下至庶民 家家户户都要供奉 说在大年初四这一天 造王爷会从天庭返回到人间 来点茶户口 这家家户户都要守在家里 准备丰富的国品 焚香点竹 放鞭炮 以示功赢 按照古代神仙这个序列 这个造神 它属于级别比较低的 顶多算个富科级 那为什么到了民间 会如此受敬仰 受重视呢 早在殷商时期 这个造神 那就是五四之一 名以石为天 这造是烹饪食物的地方 在神灵信仰流行的上古时代 把造神看作居家火神 也合乎人们这个心理啊 因为跟火呀 有关 最初的这个造神呢 就被认为是掩帝 怀恩男子就说了 说掩帝与火 死而为造 另外 五帝之一的这个祝隆啊 是传说当中的火神 他也呢 被认为是造神 炎帝和祝隆都是人格化的自然神 人类由于对火的崇拜 也把他们呢 当作了造神 当然了 这个传说比较久远 那传着传着 到后世呢 就被人淡忘了 你像北宋博物学家沈阔 就曾经考证过造军的来历 他认为最初的造军 应该是一个擅长烹饪的老太太 这老太太呢 生活在上古时期 被世人尊称为除神 就要被称为造神 在古人眼里啊 每家每户都有这么一位造军 在默默守护 造军呢 那类似于家庭保护神 比方说 有的人生病了 他没钱买药 就会到这个造台下边呢 收集一些个草木灰 冲水服下 就当是喝药了 还有一些市井小贩 外出经商 家里这个钱财呢 没人看管 他就偷偷地藏在这个造冻里边 让造王爷帮我保管 人们相信 以造王爷的神通 一定能保佑咱身体健康 家宅安康 所以呢 供奉这个造军 这个传统啊 一直流传下来 好 欢迎回来 那魏晋以后啊 这造神呢 有了一个新身份 就成为天神监察下界的耳目 就相当于呢 天地安插在人间的眼线 就观察人们的善恶表现 你像在很多造神像里 有两个罐子 一个写善 一个写恶 就是为了记录下来 定期啊 向上天汇报 明代有人写了一本《北游记》 其中有一段写的呢 是造军向玉皇大帝告状 说这村民啊 作恶非常 不信天地 玉帝大怒 就派了温神来惩罚 玉帝 仅凭造军一面之词 就要惩罚这村民 由此可见呢 这造军的这张嘴是何等厉害 人们就担心啊 造神啊 打小报告 于是呢 就跟这个造神啊 套近乎 俗称叫什么呢 叫媚造 早在《伦语》里啊 有这么一段 有人问孔子 与其媚于傲 宁媚于造和魏也 傲呢 是古代主宰房屋的傲神 造呢 就是这个造神 傲神虽然身为家中的正神 但却高高在上 不管时事 造神就不一样了 他掌管着家中的吃喝用度 因此呢 老百姓在祭祀的时候啊 出于这个私心 就十分地看重这个造神 所以啊 与其讨好傲神 还不如魅 讨好这个造神 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回答说 不然 获罪于天 无所倒也 也就是说呀 你得罪上天 祈祷祭祀也没用啊 不过呢 孔子虽然说 祭造没用 但人们心存侥幸 这个习俗不敢少 向神灵献媚 是民间信仰的常见方式 这种方式啊 在这个造神的祭祀上呢 表现得很生动啊 人们对他是既敬重又情热啊 常常在奉献祭品的时候呢 对造神进行一些善意的调侃 南宋诗人范城大 是个擅长写风俗诗的好手 他就写过一首 祭造诗 用灰鞋笔调 勾画了一幅老有趣味的祭造图 用现在话说呀 大概就是老百姓请吃请喝 送红包 贿赂的造神 让他呀 罪保上天 不要一人杂人 人间长短 回来的时候啊 最好带一些资金来 您瞧瞧 把生斗小明这个心理啊 写的是露目三分 呼之欲出啊 关于这个祭造啊 宋代开封人还有一个办法 就用九招涂抹这个造门 称为罪私命 就是让这个造神啊 你罪熏熏的上天 糊里糊涂的交差了事吧 但总让造神这么一副罪汉模样 似乎也不太合适啊 于是人们又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用麦芽糖来试造 所谓盘神 有疑宁作之 愿神口舌干如疑 这种粘度极高的糖 不仅粘住造神的嘴 也填了造神的心 这样造神啊 就硬人们所请 好事传上天 坏事丢一边 对于不吃请的造神 人们也有预防的办法 那据说造神平时呢 要祭人间过错 这个乌乌城呢 是他的祭祀本 为了去掉造神的备忘录 人们在这个祭造这一天呢 是加接扫乌城 扫城 本来是为了干干净净过年 民间呢 却将他和祭造活动啊 串联起来 赋予他以民俗的意义 民间信仰 就是这样服务着民众生活 另外在祭造的过程中 麦芽糖的做法 经过多年演变 还成了今天的一个传统美食 叫糖瓜 在北方啊 还流传这么一句俗语 叫二十三糖瓜簪 送造神是一方面 第一方面呢 是希望吃了这个糖瓜呀 新的一年能甜甜蜜蜜呀 沾上炒熟的芝麻 孩子们早已迫不及待 刚刚说到营造神 这大年初四呢 还有不少的传统稀疏 比方说扔穷 现在很多地方啊 都禁止燃放烟花烟炮啊 以前呢 除夕 大年初一初二 家家户户呢 放鞭炮 门口呢 会留下很多的残蝎 前几天 一般呢 都是留着不扫 一直等到初四 来一个大扫除 把家里里外外 给他打扫干净 垃圾呢 堆在一块 然后扔穷啊 寓意呢就是赶跑穷生 把这个穷气啊 给他清理掉 还有呢 在北方一些地区 大年初四 还聚在一块 吃折罗 折罗指的是 正月初一 到正月初三 剩菜剩饭 那几天 顿顿都是大鱼大肉 肯定吃不完 留到初四呢 一起给他吃了 这也是 延习咱这个 勤俭节约的美德 另外 大年初四啊 不论南北 还有一个讲究 祭出远门 因为迎接赵王爷 回来之后啊 他要点名的 所以全家人呢 最好都要留在家里 不移外出 其实啊 这也可以当作是 古人的一个祈愿 就希望一家人 能其乐隆隆 坐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 毕竟嘛 不论是哪一种年俗 都是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就期望新的一年 和和美美 风衣足食 万事如意 好 欢迎回来 咱们继续来聊 春节的另外一个年俗 就是半年货 每当春节临近 最早动起来的呢 那就是人们 置半年货的脚步 按照传统 从除夕到正月 一般是不动烟火的 所以呢 为了能过一个好年 人们在年前十天半个月 就开始准备过年 所需要的一切 什么吃的 用的 穿的 带的 供奉的 送礼的 盖过起来啊 就是两个字 年货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二十五 磨豆腐 二十六 买大肉 二十七 买吃鸡 二十八 把面发 他聊聊几句啊 把置半年货的热闹 唱的是淋漓尽致 关于年货 传统的说法呢 是半年货 而不是买年货 这里呢 有讲究啊 说这个年货的历史啊 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 咱们今天这个过年的风俗 就是从汉朝开始的 古人春节会置办哪些年货呢 咱不妨啊 把目光投向宋朝 宋朝过年 年货是真不少 他们这个年货呀 主题用两个字概括 那叫精致 那宋朝的杂史 武林救世里啊 有一个章节 叫岁晚节物 罗列了一大堆年货清单 什么辣药啊 警装啊 兴力陶服啊 翻肾 百事集啊 等等 里边呢 有很多一职 沿用到了今天 也有一些是年久失传啊 我们先来说一说辣药 指的是辣月初八那一天 制造的各种药材啊 有大黄 结梗 甘草等等 是用来浸泡这个图书既有的 王安石曾在诗里写啊 暴族身中 易碎除 春风送暖 路图书 过年喝这个图书啊 是古人的习俗 说喝了这个酒啊 能防百病 能赐吉祥 为什么要选 辣月初八呢 那一天 是佛陀 成道节 古称辣日 据说呀 那一天加工的物品 不容易被重铸 保质期呢 更长 所以呀 古人就喜欢在辣月初八 制备辣物 除了辣药 还有什么熏辣肉啊 这个腌辣鱼啊 做辣八蒜啊 等等 宋朝的年货呢 还有锦装啊 这个咱就比较熟悉了 就是新衣服啊 过年穿新衣 今天也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叫兴利啊 指的就是兴利书 那宋朝那个时候的利书呢 是由朝廷来搬行的 就详细记载 这一年节气啊 集凶一季啊 每年到了年尾 人们要扔掉旧利 要换上这个行李 还有各种节日的装饰 什么门神啊 春贴啊等等 这些呢 都在宋朝人的年货清单里 也是今天咱很多家庭的必选项 这些是沿袭下来的 还有一些宋朝的传统年货呢 已经消失在咱这个视野里了 比方说啊 绿花和翻肾 这是古人新年的头饰 用材质啊 或绸布啊 剪裁而成 形状多样 花朵 蝴蝶 燕子 雄鸡 这过年的时候 把它插在头上 涂一个好艺头 这种装饰啊 还有高级版啊 据这个孟良录记载 每逢年尾 宋朝皇帝会赐给大臣啊 经营做的翻盛啊 老百姓就没这个福利了 要么自己做 要么呢 去买啊 另外 还有一种叫 百事集的年货 这是宋朝人 过年时在餐桌上 摆放的一种立誓 百事集呢 取的是一个谐音 其实呢 就是指百事菊啊 就是把这个柿子啊 橘子啊 和百枝啊 放在同一个盘子里 寓意新年能百事集啊 不过那个时候 水果保鲜技术是比较落后 有的时候啊 到了过年 不一定能买到柿子和橘子 一些机制的小贩 就推出了一种替代品 就百事集结子啊 就是在绸布上啊 绣上百事 柿子啊 还有这个橘子的图案 打成了中国结 等到吃年饭的时候呢 全家人一起啊 来解开这个结子啊 挂到房梁上 也算有一个百事级的好兆头 宋朝的年货如此丰富多彩 那另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 要买的东西这么多 钱不够怎么办 当时这个商家啊 推出了一项 很有人情味的服务 叫分期付款 就你买东西的时候 钱不够 老板就问你啊 是不是本地人呢 那是的话呢 就可以到附近其他店铺 找一两名店主 帮你做个证 写个欠条 保证以后 每月按时还钱 就可以把这东西啊 带走了 和咱今天刷信用卡 有点像啊 还有一种分期付款呢 就类似于咱今天的充值 预付啊 你只需要提前半年 定期呢 去一家卖年货的店铺啊 存款 等到了过年的时候 店主呢 就把你之前预存的钱 换成年货 给你送货上门 提前每月垂点前 年底过一个大肥年 那也挺美滋滋的 好 欢迎回来 刚刚说的是古人的年货 咱们呢 再把目光投向现在 来看《星周刊》杂志 这文章标题 年货四十年变迁史 每一个年代啊 这年货呢 都有新的定义 也承载不同时期 人们独特的记忆 年货的变迁史 也是咱国人 生活方式的变迁史 说起生活方式的巨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 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拐点 八十年代以前 经济相对落后 物质呢 比较匮乏 过年买年货 你要拿着春节特供的票证 到供销社呀 去购买 能买的东西呀 不多 一般就是买一点香油 一斤好酒 你买这个糖果糕点的 那就算比较奢侈了 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市场上的物资呢 丰富起来 除了吃的 家电 也开始进入到年货清单 一些家庭啊 把新三大建 就电视机 洗衣机 冰箱 作为年货 搬回了家 进入到九十年代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 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的激活 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老百姓的餐桌 我们就说北方吧 以前北方居民呢 冬日餐桌上 大多呢 是耿古不变的 三宝 萝卜 白菜 土豆 到了九十年代 鸡呀 鱼虾 牛羊 各种新鲜的肉情蔬果 给餐桌 增添了色彩 人们对食物的选择 也从吃得饱 向吃得好 进化 在年货清单里 鸡呀 鱼肉 花生 瓜子 已经是常客了 过去定量 定点 发放的一些 稀缺食物 什么奶糖 巧克力 麦乳精 也被装进到 新年的果盘 在吃的方面 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 就保健品 开始步入到 年货行列 人们对来年的 希望当中 增加了对 健康的要求 另外 除了以前的星三一样 一些新奇的 电子产品 影碟机 BB机 大格大 游戏机 也进入到 人们的年货清单 从吃到电子化 这年货呀 越来越多元 那到了00年代 经济开始 高速增长 人们消费信心 前所未有的高涨 黄金 就走进到 年货清单 据统计 那个时候啊 春节前 这个金条的销售量 能占到黄金 整体销量的三分之一 年货黄金热的现象 背后 除了消费信心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就是居民实际收入啊 增长 另外鲜花也成了人们过年 馈赠亲友的流行礼物 新年从保暖 就变得越来越浪漫了 再往后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 飞速发展 不断塑造出 全新的生活方式 2010年的团购 2011年的微信 2012年的打车软件 2015年的直播 2016年的短视频 再到今天的直播带货 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形态和场景 在飞速的扩展 也变革了年货的采购方式 现如今 咱们到这个电商平台上 动动手指头 就能轻松直办 各式各样的年货 年货购买的范围 变得是越来越广 东北的蘑菇 新疆的乡邻 山东的阿娇 赶南的齐城 丰富了春节的餐桌 也让年味 变得更加的细腻绵长 经济的发展 不断催生出新的过年方式 也提供了更多的年货选择 从票证时代到买遍全球 从吃饱穿暖 到说走就走 从评票购买 到线上打货 人们这个购买途径 在不断的变迁 生活的理念 在发生的转变 但不论怎么改变 不变的呢 是置办年货 对人们的意义 丰富的年货 欲来年的丰足 包含的 是人们对新年的期望 传递的 是万家团圆的温情 好的 感谢收看 本期的杂志天下 新春特别节目 咱明天中午 接着再见